本文的老龄化指的是65岁及以上人口 占一个国家全部人口的比例 因为按照联合国、事情等的标准 年满65岁才是老年人 与那些规定满60周岁的为老年人的国家 略有不同 中国、日本两国都有一个第一名 按比例 日本是大国中老龄化比例最高的国家 在2018年达到了约27% 其人口总数约为1.265亿 65岁及以上老人的高达3476万 占比24.48% 但事行就只公布一个整数 为27%了 老龄化比例高 劳动力不足 已经成为日本社会一个重要的问题 为了增加劳动力 日本政府正在推动终身不退休 终身活跃的社会 其含义是希望日本老年人不退休 一直参加工作 对那些雇佣老年人的企业 可以只支付70%的薪酬 这样对企业来说 就减少了工资成本 对老年人来说 虽然只拿到70%的报酬 但也比养老金更高 其生活水平不至于下降太多 对日本全社会来说 增加了劳动力 减少了社保支出 咱们中国的第一名 指的是老年人总数量 截止到2018年年底 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中国已经达到了1.559亿 是全球唯一一个老年人超过1亿的国家 但由于人口总量较多 老龄化比例只是略微超过11% 欧洲多个国家的老龄化比例 不低于20% 整体来看 欧洲各国的老龄化比例较高 其中 意大利达到了23% 65岁及以上老人数量约为1409万 葡萄牙和德国的老龄化比例为22% 其中 德国的65岁及以上老人数量 约为1797万 希腊的老龄化比例为21% 瑞典 法国 西班牙的老龄化比例都是20% 其中 法国的65岁及以上老人数量 约为1344万 其他两国均不足1000万 美国 印度 俄罗斯 韩国的老龄化比例 印度的65岁及以上老人数量 全球第二 约为8354万 但老龄化比例仅约为6% 美国的65岁及以上老人数量 全球第三 约为5168万 但老龄化比例约为16%